今天就是來到這個中正護身事務所這邊 來簽署我們的公辦的電視辯論的 那個議員表 那我這邊也邀請我們的謝市長 一起來站到我們的辯論台上 一起針對我們市政的問題 來做一個公開的說明 讓市民可以釐清我們現在 基隆市政府到底面臨了什麼施政疑問 山海公民拆糧行動團體領先人戴景安 親自簽下同意參加電視罷免說明會 針對市政府覺得跟Net之間 他們是四連勝 認為罷免理由不成立 拆糧團體這樣回應 市政府這邊的眼光相對狹隘一點 因為光是我們提出的罷免理由 就是不只那個所謂的行政程序 不正義這件事情 那關於動案這件事情 我們一直以來提出的就是程序問題 這件事情而不是產權 我相信任何有經營過所謂的OT案的話 都會明白T的那個意思是什麼 針對國民黨議員說罷免案要花上2500萬元 認為是在浪費納稅前 拆糧團體正面回應 我覺得2500萬這個說法 是有點倒映為果的 因為如果市府團隊 從一開始就願意來解釋民眾的訴求 那這半年來有很多的機會可以解釋 那就不會到最後的罷免的成立 那相對於2500萬來講的話 我們把市府的所有花費一致裂開 會發現2500萬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拆糧團體強調 市政府應該正面回應罷免團體 提出了疑問 提出更有力的證據 而不是操作成政黨對立 記者黃少鳴介文報導